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1985年29岁的张路荣已经火遍香港娱乐圈 在宏馆举办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上万个位置坐无虚席 这一年21岁的郭敬安 还只是一个每天为生计发愁的普通公司职员 可就是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人 却在日后因为长相结缘 还因此闹了一个乌龙 彼时的香港乐坛出了台前的歌手 更有地位的是幕后的填词人 就着词坛圣手之称的卢国瞻 没少给张国荣歌曲填词 就连张国荣与梅艳芳合唱的缘分 也是由卢国瞻作词 可以说张国荣的成名背后 卢国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就是这样互相成就的两人 却因为一件事差点闹掰了 还气得卢国瞻直言再不给张国荣写歌 原来卢国瞻在一次逛街途中 偶然碰见了张国荣 看到张国荣迎面走来 卢国瞻很热情地去打招呼 可张国荣却是像没听见一样 埋着头静止走了过去 本以为张国荣是没听到 卢国瞻还追上去喊了几声 可张国荣仍没有理他 回到家后的卢国瞻越想越气 于是便找来好友吐槽 张国荣真是太没礼貌了 我在街上给他打招呼 他都不理人 以后再也不给他写歌了 看着卢国瞻气愤的样子 好友却觉得事有蹊跷 直接去张国荣家中找他面谈 这一问好友就发现了不对劲 事发当天 张国荣一直在家中并未出门 卢国瞻在街上看到的人 自然不会是张国荣 当卢国瞻听到这个消息时 确实十分纳闷 以自己对张国荣的熟悉程度 应该不至于认错 难道真的有人长相神似 不幸邪的卢国瞻 一连几天都到他偶遇张国荣的街上去闲逛 没想到还真让他再一次碰到了张国荣 只不过这一次 卢国瞻观察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 自己好像是真的认错了人 眼前的这个张国荣 并不是真的张国荣 只是因为相貌相似 就连卢国瞻也看走了眼 这个被卢国瞻认错的小伙子 就是郭靖安 就在这时 一个独特的想法 突然在卢国瞻的脑海里涌出 如果把郭靖安以小张国荣的身份推进娱乐圈 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在卢国瞻的安排之下 对文艺表演一窍不通的郭靖安 糊里糊涂就进入了TVB 爱理说 作为演艺界新人的郭靖安 要经历一段龙套生涯 可偏偏小张国荣的头衔太过耀眼 刚进TVB 郭靖安就搭档温兆伦伦 一同主演情景喜剧城市故事 而彼时的周星驰还只能在剧中 出演一个没有多少戏份的配角 刚开始接触拍戏的郭靖安 每天都过得很辛苦 但想到自己可以当大明星 心里却乐开了花 这一年年仅14岁的刘晓慧 已经靠着一部广告片重视出道 凭借着俊美的颜值一旁而红 成为了一众广告商眼中的香伯伯 有了名气的刘晓慧 不再把眼光局限于广告片之中 她开始向着演艺圈的方向前进 彼时的刘晓慧还不知道 日后她会在演艺圈中和郭靖安相遇 并发生一系列爱恨情仇 让郭靖安有些失落的是 城市故事播出之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浪 不仅收视率十分低迷 郭靖安的明星梦一时间也沦为了泡影 好在郭靖安毕竟有着一百多集的戏份 即便没火也在观众面前混了个脸熟 回到家的郭靖安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继续蹭小张国荣的热度 她开始仔细研究张国荣的穿衣打扮 把自己从头发到脚后跟 都来了个张国荣同款 靠着张国荣的名气 郭靖安也算是吃到了一些甜头 1987年 23岁的郭靖安搭档郑少秋 出演了时装电视剧 事不低头 靠着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 观众爱屋及乌 郭靖安也终于小火了一把 有了名气 郭靖安也引起了张国荣的注意 看着这个靠蹭自己热度出名的小伙子 张国荣倒是丝毫不介意 反而觉得俩人有缘 要在背后推他一把 得知郭靖安正在剧组拍戏 张国荣专程跑到剧组去看望郭靖安 那是俩人现实中的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的是 彼时遭一红遍香港娱乐圈的张国荣 竟然开玩笑地问 作为演艺界新人的郭靖安 需不需要替身 除此之外 在一次台镜上 张国荣唱歌时还故意把略显羞涩的郭靖安拉上台 对着镜头直言 郭靖安是自己的好兄弟 就了张国荣的提弦 郭靖安在演艺界的资源也是扑面而来 1990年 在拍摄电视剧《成功路上》时 郭靖安邂逅了剧中的女主刘晓慧 联音戏生情 没多久就谈起了恋爱 只是这段感情并不被众人看好 彼时的刘晓慧 人气当红 长相靓丽 气质也是十分出众 反观郭靖安还只是一个处于事业平静的矛头小子 此时的郭靖安心中很清楚 自己必须要想办法打一场翻身仗 不然事业和爱情可能都会离他而去 可就在郭靖安计划着干一场大动作时 一场变故又突然来临 1992年 郭靖安突然和他的伯乐卢国瞻 因为利益纠纷撕破了脸 然而谁也不肯退让 还一度闹到了法庭 郭靖安说卢国瞻伪造了文件 但卢国瞻却是拒不承认 还指责郭靖安忘恩负义 这时作为郭靖安好兄弟的 罗家良赶忙出面调解 不过对于这场师徒大战 罗家良也十分为难 毕竟罗国瞻也是自己的伯乐 一边是群同手足的兄弟 一边是赏识自己 提拔自己的引路人 不管罗家良怎么选择 最终都会得罪一边 一生兄弟大过天 罗家良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了兄弟这边 在法庭上出面为郭靖安作证 彻底与罗国瞻闹翻了脸 只是俩兄弟怎么都不会想到 最终法院判处郭靖安败诉 这下不仅郭靖安被扣上了 背叛恩师的帽子 罗家良也惹了一身泥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部天地难刃 让罗家良打了一场翻身仗 或许罗家良也就止步于 二线男艺人的行列了 看着兄弟差点为自己葬送了事业 郭靖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费尽心思拍摄的电视剧生子送 本来还想着这部电视剧 能带着自己走出泥潭 最后却因为情节太过沉闷 创下了电视台最低收视记录 可还没等郭靖安喘口气 与他相伴四年的女友刘小慧 也终于忍受不了事业的差距 选择离他而去 转身奔向了曹蒙成员苏志薇 事业爱情双双示意 但郭靖安并没有就此堕落 1995年 在与陆国战闹掰之后 郭靖安暂时离开了吴县 转身进军大陆的演艺圈发展 只是还没等郭靖安在内地大展拳脚 便又匆匆回到了老东家旧场 1998年吴县托域低谷 演员亲黄不接 收到好友消息的罗靖安 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到了香港 众所谓时事造英雄 郭靖安的这个决定成为了他事业的转折点 几年时间里郭靖安先后出演了金玉满堂 创世纪等经典作品 也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可到了这个时候 郭靖安的野心早已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主演 可想要一鸣惊人 就必定不能再走寻常路 于是郭靖安开始了他的转型之路 2002年一部杠夫成龙的剧本 被递到了郭靖安的手中 和往常的剧本不同 这一次郭靖安抽演一个名为阿旺的傻子 在电影开拍之前 郭靖安为了把傻演得既痴呆又可爱 每天盯着自己年仅七八岁的侄子 观察着儿童身上独有的傻气 直到给侄子看到不耐烦 哭着喊着要找妈妈 郭靖安才终于找到一丝人物憨态可居的要素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在郭靖安的精心准备之下 2003年 杠夫成龙一经上映便反响强烈 一举夺得了当年香港最受欢迎的电视剧 还靠着37点的收视率 打破了无线电台的最高收视纪录 电影火了 作为主角的郭靖安自然也吃了一波红利 靠着阿旺一举 郭靖安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弑地奖杯 看着阿旺的形象深入人心 郭靖安并没有打算放过这波热度 2005年 郭靖安搭档黄宗出演了电影《阿旺新传》 靠着现代版阿旺的形象 郭靖安一举夺得《万千新辉》颁奖里 最佳男主角的称号 与两届世帝古天乐打了个平手 只是成也阿旺 败也阿旺 事后的几年里 傻子世帝的称号始终在郭靖安头上挥制不去 事业取得了成绩 郭靖安的爱情也迎来了丰收 1999年 在TVB拍摄《旅游特辑》时 郭靖安与欧静怡相识 两人互生情愫 很快便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直到2006年 郭靖安终于与相恋七年的女友欧靖怡修成了重骨 在香港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生活得其乐融融 不过少有人知的是 在2009年的时候 欧靖怡在教会坦言自己曾经两度流产 回忆曾经的痛苦 欧靖怡不禁失了眼角 她也谈到安仔因此大受打击 后来还好有安仔的悉心陪伴与知识鼓励 后来成功生下了一儿一女 有了家庭之后 郭靖安并没有因此懈怠工作 反而开始积极转型 摆脱傻子式地的帽子 2014年 一部《中间人》让郭靖安的演技再度封神 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仰光正义 内心却是无比阴暗的瘸子律师 被郭靖安演绎的活灵活现 凭借此剧 郭靖安第三次登上了TVB式地的领奖台 追凭了自己好兄弟罗嘉良创下的记录 一度成为了演技大名词 只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再加上TVB创新力也逐渐低下 郭靖安开始减少工作 逐渐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之中 2020年 56岁的郭靖安只出现了一部《白色强人2》 只是郭靖安怎么都不会想到 因为这部剧还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整容风波 在新剧的发布会上 因为郭靖安脸部表情僵硬 宛如蜡像 被很多观众质疑是过度医美的结果 在质疑之余 也有不少网友感叹 当年那个英容貌与张国荣神似 被称为张国荣接班人的郭靖安 或许真的老了 在岁月面前 人终究是渺小的 但如今已经年近六旬的郭靖安 能始终坚持着他热爱的事业 光是这份敬业就足够我们尊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